詩琪學長 詩琪學長是 就是省這樣 有一個字的帥 女孩子們都會喜歡的 一位高富帥 學長很帥啊 這也是他講的 為什麼學長都不唱歌 上帝是公平 他是因為很帥 所以他不會唱歌 就是保養很好 然後又很動靈 就是從小 從我十二歲 看到我現在二十幾歲 好像長得好像還是差不多一樣 認真又專一 有非常熱情的一個哥哥 是大哥哥然後兼教練兼老師 兼訓導所任的感覺 就像一個老大哥 就是在旁邊觀察你 事實跳出來跟你講一些重點 像朋友 然後又有點像大哥 又像爸爸 去年有一次就是 像有帶我去看房子 就是 就有種像 爸爸帶兒子去看房子的那種感覺 文武雙全 選手裡面 屬於付出很多啊 他真的滿愛棒球 不要說他有包袱嘛 他長得帥不一定有包袱 可是他就是會融入在我們 年輕人裡面 就是聊糗器啊也好啊 別的東西也好 就是一個人生的觀念 低潮的時候吧 就是學長也會主動上來安慰我 然後給我一些心靈上的一些指導 讓我在困惑當中去破解而出吧 學長也算好人啦 在外野守備訓練 咖啡好像也是 學長想出來的 因為那時候聽到內野都有 外野怎麼沒有 好像是學長有體力 他可能是自己想喝啦 因為他有時候可能是學弟輸嘛 然後他知道可能學弟沒有什麼 心水不高啊 所以有時候還是會 都是學長輸嘛 就是從剛進來的時候 看他的自主能力 跟對自己的要求都很高 我那時候是剛進來什麼都不知道 學長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每天好像都很忙 然後一下很濕 然後又出去 然後又又穿布鞋 又去外面走一走這樣子 那時候其實自己很懶惰 就練球都那麼累了 練完就好好的休息躺著 然後就看到學長還是很認真地去 泡水啊 放鬆治療這樣 然後慢慢就被感受到 感染到 然後就去開始 會做一些這種事情 學長就是一個很努力的人 真的 從以前到現在 從我進來到現在 都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又很珍惜這個舞台 他就會警惕我們 他就是一個很認真的學長 一個精神支柱的感覺啊 一個精神支柱的感覺啊 就是會 適時的提醒我們學弟 該做什麼事情 這樣子 然後成績上 就是因為他的堅持 才會有這樣的神情 學長可以打二十年 真的很厲害 因為已經打到四十歲 因為不知道四十歲 學長還是會練得很粗壯啊 然後身材都保持得這麼好 學長真的太帥了 對啊 現在都想不出來四十歲的我 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覺得學長真的是 一個很崇拜的一個學長 好 換上了職棒新兵周思琦 周思琦 周思琦上來代打 小時候因為我是 陳泰Kobras的球迷 因為也知道德華哥嘛 然後就 哇 每天看球都會看他們啊 那樣子 上來打第一個球 哎呀 結果二壘手 這個球彈跳之後 並沒有能夠接掌到 沒有能夠掌握到 哇 周思琦也非常的積極啊 衝上了二壘了 原本在一壘的跑者帶跑的黃高峻 上到了三壘 有一年是在嘉義吧 對新農牛 就是幫新農牛加油 然後看到四十歲 在比賽 什麼他半夜開著車 然後去打機場打擊啊 對或者是跟著邱哥 會去做重訓啊 其實有一年 學長有拿那個年度MVP 就那一年 就印象很深刻 就像哇 真的那一年 就是很強 因為剛好是在我小時候 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都打那個什麼經典賽 在日本 然後打那個田中降大 在日本的眼中 算是 滿有名氣的選手 那時候在跟一個日本球員聊到這樣 他們都知道 哇 周思琦這樣 周思琦這樣 在那邊 打得多好 那也是幾次 在國際賽 就打了他們強頭 要是讓不管是全亞洲 我看全世界一定都會有一個記憶在 周思琦 他打田中降大的那個 值得驕傲 在年輕一點 搞不好還可以打大股相比 什麼 她打得到 走得太難 所以幾次 準備了 一次 打得很難 我就可以打得很難 她只能打得很難 所以他可能會有個好 真的 照顧 他中隆 王文革 阿 阿 阿 哇 沒有 阿 阿 哇 太不可思议啦 周慧隆 周慎琪 打门跟朋友说 我记得有一年 我忘记哪一年了 就是跟统一打那个挑战赛 然后是想说Levendor 然后主杀三壘这样 我觉得好久没有看到了 内脚高 结果呢是被打到了左半边 结果是看起来应该是飞球被揭杀 没有问题 跑得这个时候走 那因为左半边是周董 所以有阿拉基博士挑战失败 哇 郭布林挑战失败 谁说左半边是周董就可以挑战三壘 看起来学长拼战那么多年 然后又再次可以看到他主杀嘛 因为他也很久没有守备了 然后那一年他比较多守备的机会 然后刚好看到他主杀那个三壘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那一年他每天就是我们在catchball的时候 他就是先都是拿中球先丢 不管有没有机会用得到还用不到 可是随时随地准备好 关键永远就是那一颗会帮助到球队 自己小时候根本不会可能觉得说 你当初有办法跟这些人同队 然后同场当队友 一起把分数打回来一起努力 然后拿冠军这种 我们有一年好像是20吗 有一个项圈圈 就是实习学长他发起的 就是每个人去想一段故事也好 想一段笑话也好 就是在赛前去分享训练大家 讲话的一些方式啊方法啊 还有一些想法 我印象深刻就是他那时候就说 这十年没有冠军那都是以前的学长他们打的 跟你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学长之前我们扛就好 你们要打就是打你们现在的球 你们这个时代的球 就大家梦寐以求的拿到啦 因为七年六亚那真的是很痛苦啊 因为大家都在讲说你们就是亚军啊老二啊 那时候听了也会不是很舒服啊 因为毕竟大家打那么久的球 都是想要拿冠军 那都是差一点 那时候都是差在差一点点这样 可能学长的一句话 让我们更有信心 然后更加团结在一起 那所以才会有那一年的冠军 然后后来的208 所以我觉得学长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存在 在我们心目中啊 球杨上啊 或是一些小事啊 学长都是一个蛮重要的存在 因为感觉他好像什么都会怎么都懂 就我们遇到问题都问他 他好像都可以替我们解答这样 球出现在是两号一块 这球有啦 安打 谢谢你周董 无论这世界如何变化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高度职业意识 随时做好准备 其实他的那个最后一道 我觉得不只是他想打成 我觉得我们全队都想要帮他达成 我觉得选手都会想要追求这个千安百轰百道 对那依每位选手的特质不一样 所以会觉得说某一项会特别的困难 就是因为这个记录觉得蛮难达成 然后那时候又差那一道 因为他今年的就是机会比较少 然后就是很开心他可以在退休之前达成这个目标 再说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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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思琪摆到周思琪摆到 因为那时候只要有人一上雷 可能到我后半段 你就会很期待会不会学长要不要带跑之类的 只要有那个时刻我就是想说 拜托这一次就成功 拜托这一次就成功 然后后来就是靠他自己完成 那是最好的回忆啊 很开心因为这也是每一个棒球员 都向往的一个像记录嘛 你不是说打那么久 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记录 你九十九十跟一百次也是有差 感触蛮多的啦 就是可以成就这么多伟大的记录 那就是你在场下训练还是自主训练 一定是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跟心力跟研究 才有尽见的成就 这些成就不是简简单单就得来的 一定是走过低潮高潮 还有场下一些状况 场上一些状况 而去慢慢累积到经验 然后而达成 现在球衣的时候会很难接受 我这几年一直有去 试诚去想像 可是今天到来的时候 还是会很难接受 接受这一天 九月二十二 对啦 一定很感动啊 要说难过吗 就觉得也还好 就是觉得 学长 就是打那么久了 又很辛苦 可能睡觉起来 这痛那痛 因为很痛苦 你每天都要忍耐 伤痛 那真的很痛苦 他就跟我讲 不要看我这样 早上起来都要命 就是说什么 脚会很大腿啊 像他的肩膀那些 就是一些伤啊 就是要看他很像 外表很壮作 可是 就是一间 那些 以前战机的那些 他的战机 战机都在身上 撑住 撑住 棒球真的 没办法打一辈子 对啊 他终是会有个终点 你真的要下定决心 然后才可以把 你一辈子 在学习的事情 然后就 没办法再当球员 真的很希望学长可以 一直在球场上 就是 表现自己嘛 然后 也不希望学长那么快就 退球 虽然说 已经 成了一个事实了 就只能珍惜在 珍惜他 在跟他在球场上的 时间吧 嗯 就是 最好的话 当然是一定是 打到总冠军嘛 然后 就有机会 偷看看学长 因为今年 偷学长的话 不知道难度高不高 然后学长 决定在大巨蛋退休的时候 我很期待他能够满场 因为毕竟我们走过了 最低谷的时候 然后他值得这样子 学长辛苦了 然后也谢谢你 教会了我 我蛮多事情 然后也 在球队上 也带领我们 很多事 就是 一直 努力的 撑住 因为他常常跟我们讲说 撑住 然后 也 也谢谢学长教我蛮多 棒球上面的东西 还有 棒球智慧的东西 就是 一个学生都打 20年 真的很不容易 然后 也辛苦学长了 然后之后 帅帅帅的这样 然后 变得更有钱 然后 帮助更多 那种偏乡小孩 我们 没有后顾之忧这样 好 好 表会 我们要先上轮 他正在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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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他是 哈哈哈哈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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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我們要請上個 無論這世界如何變化 好願意 我才是自己的信仰 我才是自己的每一票 誰贏不永遠的燃燒 無論這世界如何變化 好神經 只能全身自信仰信仰 這世界大夢 永遠是 好神有難 我願陪你一起唱 向你一起的 同志祁 同志祁 超級無論平 同志祁 同志祁 天下無敵同志祁 天下無敵同志祁 阿明 三世樂 謝謝 所有選一票